家父往生时正念分明 但家人梦到他说 因母亲于盖棺时哭泣 使他生起眷恋而回来 往后半年 母亲每听到父亲叫他 就大病一场 请问父亲往生何处 这个说起来就是 没生极乐世界 那是往生何处 常常还回到家里来 多半是轨道 那么这个事情 给我们念佛人 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就是送往生的时候 一定要依照依归 这个赤宗须知 赤宗尽量 那我们印的赤宗须知 我们把名字改了个名字 就是怎样念佛往生 内容就是赤宗须知 一定要依照里面所讲的方法去做 这个临终之人 一定要帮助他提起真面 因为纵然是断了气了 佛在经常告诉我 八小时之内 如果真的往生 没有问题 要是没有往生的话 那是一个关键的 这个时刻 我们一行念佛 帮助他 他那八个小时还能往生 临终八小时之内 绝定不能碰他 他要没有走 纵然是念佛的时候 还没有离开 你碰他 他就生烦恼 你看这是 这个 他这个母亲 一哭泣的时候 就扰乱他 就干扰他 他就不能分 不能往生 临终虽然清清楚楚 他冻了感情 流埋 这个就不能走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